大家好我是錢子 T台正經化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10萬的訂閱之後呢 會舉辦一個驚喜的彩蛋活動 到時候還會有神秘嘉賓現身喔 大家最期待 哪一個神秘嘉賓來我們T台正經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在這邊留言 我們會把這個嘉賓請來現場喔 事實上我們大家就是用 其實民眾很簡單 就是想說我們到底第二班 什麼時候可以飛回來 我想第二班我們是 當然是期待說這個可以 競速可以成型 但是還是有在幾個大原則 這個大原則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一個包機 然後把國人接回來 這樣的一個美意 變成我們台灣防疫的一個破口 因為畢竟防疫是不能有破口出現 如果以第一次包機失敗的一個例子 就是因為裡面竟然有 確診的一個武漢肺炎確診的人 而且既然確診 可是這一點我可以打斷一下 問一下李醫師 就是包機回來的人 有確診這個很亮人意外嗎 因為滿意外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包機的時候 就是說確診不能上機 所以你現在有確診的話當然應該是說 你有那個明顯症狀的人 最好都不要上機 因為你上機不只是給台灣防疫 帶來問題 最主要的是對同居旅客產生風險 應該不要上機的 所以就變成說一開始在設定上 就是認為說我們把台商接回來 然後這個飛機上至少過程 我們要確保不會產生防疫的破口 因為你一個人確診在飛機上 剛剛看到的這個像公主號 都已經可以擴散的這麼嚴重 你在飛機這麼更小的一個空間內 會不會有更高度的風險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所以在第二波包機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細節上 我們必須堅持 然後這些堅持 中國也必須要放下他們的堅持 因為如果一手都有 讓他們去主導的話 我們很難保第二波的一個包機 仍然會有名單被調換 仍然會有這種確診的人員 然後被安插在裡面 這種無法預期的狀況 會變成我們整個台灣 我們自己國內的一個防疫破口 那我想在整個防疫的重點 我們誠實中不斷在講的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做好 我們可以自救 那就可以救人 是 現在除了郵輪 飛機 大家覺得這個有點危險 你要做好自己的保護措施 另外在香港發生一個例子 現在大家認為吃火鍋 是不是也很危險 這是一個問號 在香港就是有19個人 在初二的時候 大家家族聚餐在吃火鍋 可是其中有一個人 一個男子 他1月30號開始發燒 可是他不以為意 所以他2月2號跟家人 19個人吃火鍋 吃完這個火鍋之後 這個家族19個人 通通都發燒了 後來當然這個男子也確診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想說 這個病毒怎麼搞的 連吃火鍋是不是都不行 這樣子火鍋業者都要很擔憂 我們大概會問一下專家 不過我們也問了 中研院的研究員何美香 他說基本上 火鍋是高溫的東西 病毒是不會透過火鍋來傳染的 可是可能有別的這個接觸感染 我們來聽一下何美香的訪問 吃火鍋傳染 這到底有沒有可能 吃火鍋傳染 這煮的熟熟的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 東西都是從水裡面 100度的水滾著煮出來的 什麼東西還可以從 你手進去 你手都會受傷 病毒就死掉了 還會怎麼樣 你剛剛聽到何美香 他講說這個火鍋就是 很高溫的東西 病毒怎麼可能會在火鍋裡存活 那是透過別的傳播途徑 是不是 對 我就覺得說 那個主要是在餐廳裡面 大家互動會傳染 比如說你看那個 武漢那個什麼萬人宴 萬家宴 萬家宴 現在不是已經倒了一大堆嗎 他們也沒有吃火鍋 就是說你在共同用餐的時候 就是會互動 如果是有生病人在裡面 你如果有一些不好的衛生習慣 可能就會把你的病毒傳染給別人 跟你吃什麼東西 大概是沒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比如說你吃一個東西在那邊吹 一吹下去你的口墓 超過兩公尺 傳染距離就是很遠 或者是說你打一個噴嚏 手摸到了病毒 然後跟大家握手 類似這樣的動作 所以那個是人跟人互動的關係 所以不是高溫 高溫應該照理說是不會 跟他吃的食物沒有關係 不過因為香港那邊 有一個學者的說法 讓我們也覺得非常confused 因為他說吃火鍋 或是蒸桑拿 桑拿 桑拿 都會霧化 他說霧化是不是就剛才我們講的 什麼Aerosol的一個東西 他說那個霧化 所以會傳播 所以我們大家就覺得莫中於是 到底是誰講的才是對的 那個是在講說 在SARS的時候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治療病人的所有的時候 會吹霧氣 到病人的氣管裡面去 這種治療後來覺得說 他會增加院內感染的風險 這主要就是因為你的霧氣 是噴到病人的呼吸道裡面 他再出來的時候 可能就帶有病毒 旁邊的醫護人員會有風險 所以我們現在的治療指引 都是說不要用蒸氣去治療病人 這個火鍋就不太一樣 它又不是直接噴到你的 那個呼吸道裡面 它是火鍋有一些水氣往上面跑 除非說你一直待在那個鍋子上面 蒸臉 蒸臉 敷臉幹嘛 美容 否則的話這個不會 大概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它不是霧氣直接噴到你的呼吸道 這不太一樣的意思 所以李醫師剛剛也提到說 你飲食的衛生習慣要做好 是不是就是說你筷子 公塊母吃是不是要做好 這個飲食的傳播是比較次要 最重要的還是 你跟那個儀式病患的距離 長期的接觸 手部的接觸傳染的可能性 你有沒有常常洗手 這些問題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在吃飯的時候 不可能戴口罩 所以那個時候 你其實是門戶大開 那時候真的是 自己有生命的時候 不要去外面餐廳應酬 不要跟人家聚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功德心 還有就是說 像我昨天跟朋友聚餐 又有朋友很緊張 他就全程戴口罩 吃飯的時候拿下來沒有錯 可是他就拿著酒精 噴鼻子 沒有 筷子要噴嘴巴 沒有 噴筷子 然後每夾一次菜就要噴筷子 那個杯子 碗要噴 沒有什麼用 那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奇異的行為 怪異的行為 沒有 這個 這個噴口傳染的疾病 就很少數其中 什麼 也許肝炎 傷寒 在我們台灣的 公共衛生環境之下 基本上都潔溪 他只有在不用自來水的地區 有時候會看到 就是說你水也不乾淨 就會噴口傳染 至於我們現在都會地區 你再怎麼吃都吃不到那些東西 所有的呼吸道疾病 也都不會經過噴口傳染 所以那個是 筷子什麼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手 要常常洗手 消毒 歡迎回到T台真心話的現場 我們剛剛上一個階段 討論到吃火鍋會不會傳染 醫生是說不會 火鍋的溫度非常高 可是如果是飛沫 近距離 一樣或是接觸還是會傳染 可是因為民眾恐慌的心情 是不斷在蔓延 必須講上一個禮拜 整個餐飲業 包括觀光業 其實叫苦連天 包括台灣觀光餐飲業 旅遊業要進入超級寒冬了嗎 開這個無薪假第一槍 是一個旅行社 叫做喜紅旅行社 他已經宣布了 因為經營困難 所以從今天開始實施 每週加放兩天的武漢疫情假 我們就把它解讀為無薪假 因為他沒有給薪水 喜紅算是一個中小型的旅行社 他的資本額是6000萬 全台灣有500名員工 因為上週五下班前 他就臨時通告說 大家從下個禮拜開始實施 其實很多人就突然 這個驚慌失措 因為每個人的經濟情況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就是靠這份薪水 來維生的 現在包括觀光 餐飲 飯店業 開始也有人在放無薪假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 這個TPBS的長官 他上個禮拜跑去 上個禮拜四 跑去基隆桂冠酒店的一個餐廳 本來是高朋滿座的 過去要定位都很難 可是那一個晚上6點半 只有他一桌 空空蕩蕩 所有的服務員 所有的小姐 裡面的服務生 全部都來服務他們一桌 看起來有點心酸 雖然得到很好的服務 可是覺得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基隆的長榮桂冠酒店 是在基隆港旁邊 大家會害怕 台中有個知名的老字號海產餐廳 台中蛋載麵 春節的訂單 被取消將近四百桌 損失將近三百萬 所以他這個老闆就宣布 從二月中起 每個月多休兩到三天的無薪假 那餐廳是照常營業 目前是照常營業 那包括這個 剛剛小英總統也說了 我們要拿出措施紓困 希望他們可以轉型升級 那而林佳龍也祭出了 其實從這個武漢肺炎 這個疫情延燒之後 林佳龍其實一直跟 官方業者來座談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說 你快一點 我們快要撐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講說 好 我們要拿出總經費 約44億來紓困 可是會不會是杯水車薪 而且現在其實還傳出了 包括喜紅要放無薪假的時候 官方局的人還跑去 跟喜紅的人說錢 說你可不可以先不要放 你這樣放的話 我們臉上無光 關於紓困這件事情 小英總統也有宣示 我們來聽聽看 總統你其實有一個下令 因為現在其實疫情的衝擊 很多官方產業都受到影響 那你自己的下令 紓困要急 這個在我們一開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在會議裡面 我們已經做成決議 也就是說對於這一次 受到疫情衝擊的官方產業 我們跟其他的產業 我們都必須要拿出有效的措施 來紓困 來緩解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能夠讓他們能夠轉型 能夠升級 那所以這整套的作業 我們行政院跟交流部 都非常的積極的在做 我相信很短的時間之內 他們都會提出具體的方案 好 我們這個階段 也非常歡迎我們資深殘疾記者 張鎮薇加入 錢泽好 大家好 鎮薇 現在我們國內的經濟情勢 是不是開始 尤其是觀光 餐飲 已經被衝擊了 現在你剛剛講的 大家會覺得好緊張 覺得這很嚴重了對不對 不好意思 這才是一個開始 其實我一下很不喜歡暢衰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整體的這個經濟狀況 真的是怎麼講 不信命中 錢泽我們上個禮拜 你還記不記得禮拜五 我們還在那邊提 整個全中國大陸 將近70幾個城市 全部都封城 我們當時講是怎麼樣說 擔心接下來封省 封省之後搞不好最嚴重的 要封國 什麼叫封國 北京 上海 這個包括天津跟重慶 這四大直轄市 如果連他們都要封城了 這跟這個中國 完全封國什麼不同 這幾乎可以算是什麼 自SARS以來 幾乎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 而且衝擊相當於SARS 三到四倍的一次 封國的一個行動 而且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從來沒有封過國 這幾乎算是天字頭號的第一次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張CG圖 非常的清楚 你看我們有個ICG圖 它上面有提到說 這整個中國大陸的地圖 這四大城市 我們可以看得到它下一個 我們先講一下台灣的狀況好了 在這個場地 那個青海 那一年前 也可以說 我以前都會看淡海 我現在看淡海 Through 我會看淡海 前熟 我以前所見的 就是我 我以前